本周的讲道经文来自马可福音十六章一至八节 过了安息日 莫达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 玛利亚并萨罗米 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 七日的第一日清早 出太阳的时候 他们来到木坟那里 彼此说 谁给我们把石头从木门滚开呢 那石头原来很大 他们抬头一看 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 他们进了坟墓 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 穿着白袍就甚惊恐 那少年人对他们说 不要惊恐 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 请看安放他的地方 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 说他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 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 又发抖又惊奇 什么也不告诉人 因为他们害怕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马可福音65集 复活的基督 那最近在网络上有一个名词 我相信是比较新的一个名词 大家也比较有兴趣 开始爆红的 就是元宇宙 Mantaverse 因为Facebook公司的名字都变成了元宇宙 Manta 所以一下子就全世界在爆红 这个观念在不断地被炒作 所以我也收到我们弟兄姊妹的一些quest 问我一些对于这方面的观念 到底怎么样看 但是我自己不是搞科技的人 所以我个人对于这方面的了解是非常有限 那据我所了解的 我就在想到如何是跟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的信仰 跟圣经 跟上帝对我们的启示有关的 这方面我希望可以做小小的解释 那有一位姊妹就这样写到 她说最近这个事情呢 她觉得非常困惑 她说大家都在讨论元宇宙 尤其是投资界 因为她自己是考投资的 可能开始炒作 这个在虚拟里面 这个虚拟世界概念当中的草壁 好像炒得非常的火 而且有的人又认为 人是可以获得永生的 就是大脑会不死 而且身体也不会死 或者有一些人听起来 这个东西好像是 跟圣经的观念是有接近的地方 但是好像又有非常的对立 到底我们如何来看待 在圣经里面说的生死 跟这个元宇宙里面讲的东西 是不是一个 所以这一切的东西 好像是对于今天 我相信是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对待这个东西都是非常新的 那么我个人做了一些 小小的study之后呢 我发现这个问题 应当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了 第一 首先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元宇宙 Mantaverse 这个词是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 就Manta 加上Universe 这个Manta的意思 在希腊文当中 它是后面的意思 如果你知道有一个词叫Physics 我们就翻译成物理学 Manta Physics 就可以被翻译成后物理学 其实这个词 就是指形而上学 也就是物质界以外的那个东西 就今天这个我们可以触碰的这个世界 可以理解的这个世界 可以摸到的这个现实的这个物质世界 以外的这个东西 被称为Manta Physics 就是后物理学 或者是物质以外的这个东西 或者甚至我们就认为 可能就是指灵界的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元宇宙呢 它是用来描述一个 未来的持久性的 甚至是永久性的 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 三维三度空间的 这个一个虚拟的环境 这个环境当中呢 今天的人 就这个物质世界的人 对待元宇宙的关系是什么呢 你可以透过VR AR这种设备 你就好像可以进到那个空间里面去 你可能就变成 他们中间的一部分 甚至你可以经历 他们中间的一部分 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说 你可以去到戴上眼镜之后 戴上耳机之后 你可能进到这个世界之外的一个东西 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说 2000年前的罗马世界 你可能去到了解罗马世界的物质 地理 世界的环境 或者气候等等等等 好像生灵其境一样 但实际上它是个虚拟的 但是呢 当你真的进到这个虚拟世界里面之后呢 你又发现它不是虚拟的 好像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世界一样 所以我的问题就来了 我的问题是说 如果 如果 我们能够 创造一个 元宇宙 或者这么一个世界 一个虚拟的 但是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的人 可能不一定觉得 它是虚拟的 他在这个世界里面 他可能真实的感受 是一个真实的 只是我们看它是个虚拟的 对不对 那么好了 问题是 是否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 有一个上帝 这个上帝是一个 超越我们现在这个四度空间的 以外的那个维度 更高维度 最高维度的那个生命 而这个上帝 创造了我们 在我们的 在我们看来我们是真实的 在那个上帝的眼中看我们 可能我们是虚拟的 比如说 我不知道 我没有答案 我只是在 解释这个东西 来帮助我们怎么样理解 所以当我们 如果这样看的话 你会看到 你突然会发现 很多在我们原来认为 不太可能 不太现实的东西 突然可能了 那么我请问 如果人 你带上AI 你变成Avanda 你可以进到元宇宙去 是否上帝 他可以以人的形式 进到我们的空间 这不就是道成肉身吗 这就不是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 来到我们中间的样式吗 你明白我讲话吗 好 如果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就是我刚刚的一个问题了 如果我们进到一个元宇宙去 我们是否可以回到 那个两千年前的罗马世界 也碰到耶稣基督等等等等 那么我告诉你 在上帝完全可能做这个事情 因为如果他在一个更高的维度 更高的空间 他是更高的一个生命体的话 他看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 他实际上 用我们今天的人的话来说 用数码的语言来解释 什么用编程的方式 可能在他来说 不是以编程的方式 就是拿一块泥 把我们捏成了一个生命吗 这个世界就变成 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了 同样如果上帝以人的形象 来到我们当中 现在如果通过数码的世界 通过元宇宙的虚拟的空间 完全可以实现的话 如果上帝这样做 为什么不可能 所以完全可能 这就又有一个问题来了 那么就像刚刚我们MC 今天我们讲到是关于复活的问题 讲到基督复活的问题 复活有没有可能呢 在原来我们看到 觉得这个天方夜谭 今天很多人没办法接受基督教 他不能接受道成肉身 上帝变成人的样式 他也不能够接受 耶稣死里复活 对不对 他不能够接受这些信息 但根本谈上帝 还要再次来到我们中间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从一个 元宇宙的观念去理解的话 你发现这些事情 完全是可能的 因为如果我们是上帝 所创造的一个元宇宙 如果我们这些生命体 根本就是上帝这个伟大的总导演 总程序师 程序师好了 他是那个编程的人 当然这是我们用 现在我们的语言在描述 不精确的 不用不要 不要做这个深度的信仰跟神学诠释 我只是类比 让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事情 如果上帝根本有可能在那里编程 他可以把耶稣基督 他自己以Avanda的形式来到我们中间 我们是MPC嘛 对不对 我们就是MPC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来到我们当中 对不对 完全可能的事情 突然他又要离开了 耶稣死了嘛 在我们看来好像是死了 但是在他来说 他睡觉了 圣经因为已经有启示 说我们不是死去 保罗说我们都要睡觉 所以对耶稣来说 他只是睡觉而已 对不对 只是离开 暂时离开我们的 那么在我们如果编程的 这个数码的这个状态来说 是不是系统重启了呢 试破了这个后台的这个系统 出了一些状况 或者是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 然后呢 你会看到在这个真实的一个 有些电影里面 我这两天也叫我的童工 给我找点电影来看 所以那种我很忙 看到里面 这个程序是有好的有坏的 对不对 然后变出一个虚拟的世界 你不要忘记在一个更高的维度的空间 在更高的一个世界 在那个世界当中 他也有正义的跟非正义的 魔鬼就是非正义的嘛 是不是魔鬼要去拔掉那个电源呢 插座呢 当然我们是用我们这种语言去描述了 我再次强调 你在这里所听见的 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也不是完全圣经的启示 对不对 只是我希望可以帮助到我们 可以通过圣经的观点去 去能够了解 对不对 所以像 像那个 元宇宙的这个 像那个Elon Musk 这个 马斯克他就有点很担心 他认为 AI是不是将来发展到一个阶队 他可以控制人了 他反过来 当我们创造了一个元宇宙 当我们创造了一个虚拟的空间 那个智慧的生命 他自己成长 成长到一个程度 他自我编程 他可以不断地upgrade upgrade到一个程度 机器人就超过什么 超过了人类 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呢 我告诉你 这就是巴别塔嘛 这就是圣经启示的巴别塔 人嘛 人本来是被上帝创造的 就机器人本来是被人创造的 机器人只应该按照人的计划 使命去完成人对他的指令嘛 这就是元宇宙里面的东西嘛 对不对 但是当 我们人被上帝 也是这样创造的嘛 我们被上帝创造 是要完成上帝 在我们生命中使命嘛 他的旨意 他要我们的mission是什么嘛 但是当我们成长到一定阶段 你发现 我们开始什么 骄傲了 当我们有成就的时候 我们开始目中无人了 当我们开始目中无人的时候 我们就要像神一样伟大了 所以当我们要脱离上帝的 这个旨意的时候 我们要超越上帝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巴别塔嘛 有没有可能啊 上帝只要动一个小小指头啊 就把巴别塔彻底毁掉 他就把我们的语言搞乱 让你们分散在世界各地 对不对 这就产生了语言嘛 世界上本来没那么多语言的 只有一种语言的 但是我们上帝把我们的语言搞乱了 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的什么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看到魔鬼在这个另外一个世界 在我们看不到我们今天圣经的语言说 是在这个灵界 可能用科学的语言来说 是在另外那一个维度的空间 对不对 他抵挡上帝 他让我们像要什么 自己一样 像上帝伟大 所以来抵抗他 所以呢 在元宇宙里面 所以有一个观点认为 AI永远超不过人 AI AI是永远超不过人类的 因为什么 圣经说 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 我的意念超过你的意念 所以你再回去 用这些高科技的 发生的一个现象 去慢慢体会思考 你再重新回去圣经里面去体会 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 你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这种 这种启示 但是他终极性的指向是一样的 因为什么 本来我们认为道成肉身很难理解 现在发现完全可以理解 本来我们认为 上帝来到人中间不可能的事情 怎么还像人的样子 连Avanda 从另外一个空间 都可以下到下一个空间 去到元宇宙里面的空间 到数码的虚拟空间 甚至什么 是为什么耶稣是神是人 完全可能 因为如果连人人自己 都可以变成一个 又是虚拟的 又是实体的 为什么上帝他不可以 又是神又是人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那天花了很长时间 跟我们教会的一位 非常优秀的搞科技的 他就在专门搞这方面的研究的 他说 牧师他说你知道吗 元宇宙的观念 非但不会打掉我们对圣经的信仰 恰恰 从另外一个科学的角度 来给我们印证了 圣经是 其实是真的 上帝是真实的存在的 所以他的加强 应当是加强我们的信仰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 我们今天来想到的 就是关于谈的复活的这个事情 就刚刚我们谈到的 这个复活的这个事情 在教会的历史上 或者在人类的历史上 它一直是很难 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非常难理解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们感谢上帝 非但今天这个数码时代 这个元宇宙的这个时代 进入 非但不会打消我们 对于这种原来的经典的 传统的古典基督教信仰的 这个不会打掉 反倒可以加强了 我们在这方面的信息 加强了我们对这方面的信仰 所以有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开始重新解释 比如我举个这点的时候 圣经当中或者现实世界 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 是很难理解的 为什么在人类 你会发现一些考古证明 发现几十万年前 甚至百万年前 有一些非常发达的人类的文明 的遗迹 这些人类的文明的遗迹 到底从哪里来的 有些人说 是不是有外星球 外星由人类曾经到过地球 等等等等 当然这些都是科学的猜测 对不对 但是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上帝曾经什么 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 我们的世界 是上帝的元宇宙 是上帝他所设想 建造的一个元宇宙 但是当这个元宇宙发展到一定的时代 一定的空间的时候 他离开了他的设计师 这个伟大 最伟大的设计师的元来初衷的时候 是不是上帝就把这个系统重启了呢 他发现里面的人 已经罪恶滔天 就像洪水 挪亚方舟的洪水里面 看到里面的人 思想的都是恶 他是否就把这个电源拔掉了呢 他是否觉得他要重新编造一个新的程序 这就是为什么挪亚方舟嘛 他就留下了一个种子嘛 对不对 挪亚是不是有一个Avanda的影子在里面呢 我不知道 我没有答案 我没有答案 只是我想这些东西都是给我们一些启发 同样的 你再看创世纪 所以我告诉你 亲爱的弟兄弟们 元宇宙的概念出现之后 我希望你重新好好读创世纪 你重新好好读创世纪 你再重新好好读启示录 你会发现亮光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这两天我忙得不得了 我一直在思考 因为我没什么科学的背景 我也不懂这些东西啊 但是感谢上帝 让我真的看到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创世纪第六章第一节 里面说到神的儿子 看中了人的女儿 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在那个 更高的一个维度空间里面的 在元宇宙以外的 那个空间里面的 比如撒旦的 或者是天使的 他们什么 进到了元宇宙当中去啊 进到了他们创作的这个 或者上帝所创造这个元宇宙里面去 跟那里面的数码人 就是人的女儿 我不知道 我没有答案啊 我只是觉得在这里面 实在是有太多 可以让我们一同想象的空间 因为什么 对我们来看 对我们今天的人来看 哪怕是没有信仰的人来看 都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那个更高维度空间里的生命 进到了一个低维度里面的生命来 跟这个生命 就像我们 如果创造了一个元宇宙 我们就带上ARVI之后 我们就很容易 进到另外一个空间去 我们就很容易 进到了这个元宇宙进去 play 对不对 炒鼓啊 吃汉堡包啊 买咖啡啊 而且咖啡永远是一模一样的 等等等等啊 所以这里面 我相信 我相信 我没有答案 但是我相信 圣经有启示这些诡计 但是这些信息好像是隐藏的 并不是完全有答案 并不能够完全被理解 所以今天我们再重新进入到 马可福音的这个经文当中去 我们重新要思考 马可福音对我们今天结尾部分 关于耶稣复活 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我在这里要特别讲一讲 讲一讲 就马可福音 你如果仔细 今天是我马可福音的最后一讲 我下一讲可能总结性的 就是把整本马可福音一堂讲完 但今天从经文来说 是最后一讲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 我少讲了十二节经文 如果你仔细先看 马可福音十六章 你会发现 在这马可福音十六章当中 原来是二十节经文的 我只讲了八节 那第九节跟第二十节 我为什么不讲 甚至不念 因为什么 你知道在教会的历史当中 马可福音一直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短结尾的 就到八节 就今天我们刚刚 MCN的结束 第八节结束了 还有一个结尾是什么 一直到 接下来 二十节 为什么我不念下一段 因为我比较认为 那段经文 不是马可福音原来的 作者写的 也就是说 马可 写 马可福音可能是写到 第八节就结束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 通过经文鉴别学 我们发现最早期的 马可福音的版本 无论是梵蒂冈版本 还是希腊超本 在这里面 你所看到的 所有希腊文的早期超本 它都在第八节结束了 也就是说 什么意思 就是说超本 越靠前的越可靠 因为你不要忘记 那个时代 两千年前是没有复印机的 两千年前是没有印刷机的 两千年前是没有电子邮件 所有东西都是手抄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越靠前的版本 越接近早期教会的版本 越精确可靠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 就是 其他的语言的版本 序列语的 Coptic语言的 这些语言的版本 让我们看到 也是通常到第八节结束了 另外 早期教父都认为 马可福音 都是到第八节结束的 因为你如果到 第二十节结束 有些经文就很可怕 比如说 他在这里说到 他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没有问题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 没有问题 不信的人罪必定 没有问题 这些在马太 在路加 在约翰 你都会看到 类似的信息 但是接下来的经文 就有点不一样 他说信的人 并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 赶鬼 说心方言 手能拿舌 并且什么 若喝了什么 毒物 也不必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 等等等等 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 曾经有些人 看了这些经文之后 就去用手去拿舌 结果被咬死了 有些人看了这些经文之后 他就去喝那个毒物 就被毒死了 所以呢 你要知道这些经文 这几节经文 这八节 这十二节经文 它不是留在最早期的 马可福音的操本当中 所以我们今天 在严谨的学者 几乎百分百都认为 这十二节经文 是后面的人加上去了 所以我们在今天宣讲的时候 我不会把它放在 马可福音的 作者本身的这个叙事里面 去讲 我最多提一提这个事情 那么好 今天这段经文 实在是讲到什么 我们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呢 就是讲到天使对于 基督复活的一个宣告 对于基督复活的宣告 到底给我们今天 给你 给我 给我们每个基督徒 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想从两个方面讲 第一个 第一个 从第一节到第四节 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 失去盼望的门徒 失去盼望的门徒 你看第七 第一节 他说 过了安息日 摩达拉的玛利亚 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并撒罗米这三个姊妹 就耶稣定时之下 他们也在的那个 买了香膏 要去膏耶稣的身体 七日的头 第一日清晨 就礼拜天早晨了 出太阳的时候 他们来到坟墓那里 彼此说 谁给我们把石头 从木口 木门滚开了呢 那石头原来很大 他们抬头一看 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 石头已经滚开了 如果你看 平行经文 马太福音28章第一节 跟路加福音24章 都有记载 都说到安息日将近 七日头一日 安息日礼拜六 七日头一日 不是礼拜一 我们如果说 七日的头一日 不是礼拜一 是什么 是礼拜天 礼拜天早晨 这三个女人 在马太里面 提到两个人 都叫玛利亚 一个叫玛德拉的玛利亚 还有那个玛利亚 来看坟墓 然后呢 路加福音24章 一道三节 也说到一早晨 这是姊妹们 带了香料 要来高抹耶稣的 去到坟墓 看到石头 就是墓门前的 那个巨石 已经被滚开了 他们看不见 耶稣的身体 这段经文里面 让我们看到 在马太马可路加 甚至约翰 几乎所有的福音书的 继续当中 你都会看到 耶稣死了 埋葬之后 的确 一大早 有这些姊妹们 要去 去见耶稣 要去替耶稣 高抹 为什么 犹太人的传统 犹太人的传统 跟我们不一样 有点 就是说 他人若死了之后 他要用 那个香油啊 香膏啊 去比他擦洗 表示一个很尊重 跟那个木乃伊不一样 木乃伊是为了防腐 他的材料是可以防腐的 但犹太人呢 是一种干洁净 表示爱戴跟尊重的 但是如果你看 马太二十七章 跟马可十五章的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约瑟不是 把耶稣的身体拿去了吗 圣经当中并没有写 用油膏抹他 只是用布包起来 把他就埋葬了 而且呢 在马太福音 说得很清楚 那他们 不单单把耶稣埋了 还在门口 还在木门口 用了一个很大的石头 挡在门口 怕耶稣的尸体被拿走 那么这就 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 你就会知道 还没去过啊 要去一下 有机会 你会看到 当时一世纪的时候 犹太人的坟啊 跟我们的窑洞有点像 人家延安的窑洞 窑洞就在这个山里面的 对不对 那么当时的 犹太人的墓也是这样 他在这个把这个岩石凿开 那里面就有一个墓室 这个墓室呢 进去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可以放 那个棺木啊 等等等等 然后呢 门口呢 有一个槽 地底下有个槽 然后有一个石头 就可以关上 打开这个石头呢 就开门 那么在那天 当这几个姊妹 他们去到了 耶稣的墓地的时候 他们发现什么 圣经这里说 把石头从墓已经滚开了 就他们去到这个墓地的时候 发现这个墓门已经被打开了 怎么可能呢 因为马太夫人讲得很清楚 这是个巨石 非常巨大的 是一般的人打不开的 怎么会打开了呢 所以呢 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 他们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就他们来到 只是看不到 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了 我在这段经文的 标题的时候 我说 他们是一群 失去了盼望的门徒 失去了盼望的门徒 为什么我说 他们是一群 失去盼望的门徒呢 因为你要知道 如果 如果耶稣一直跟你说 跟我说 哎 哥们儿 我要被害的 我要离开你们的 但是我离开第三天 我要复活的 我不单单讲了一遍 讲了第二遍 讲了第三遍 一直不断跟你讲 当你去到墓地的时候 你看到墓地里面没人 你的反应应该是什么 正常的反应 哦 我主已经什么 复活了 因为我的心存盼望 盼望耶稣基督什么 是复活的主 对不对 但是呢 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 他们没有 他们是 惊奇地发现 这个门已经被打开了 所以你就看到 这群姊妹 虽然他们充满爱心 虽然他们也是 真的是 一直跟随耶稣 甚至耶稣已经死了之后 都还在跟随耶稣 但是他们的信心当中 你会发现 他们缺少一种 持久不断 恒久忍耐地盼望 没有 所以甚至连耶稣 曾经不断地 几次 最早三次跟他们说过 说我虽然要遇害 我要到耶路撒冷去 必定被文士 祭司长 要被什么 被害 但是你要记得 我要从死里复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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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没有听见 他们没有看到 所以呢 这是一种跟随 但是这种跟随呢 是没有信心的跟随 或者信心不足的跟随 或者说这种跟随呢 是一种没有盼望的跟随 所以在这里面 你会看到 当我们看到这一群 失去盼望的门徒的时候 我想到三个东西 第一个 第一个 就是理想的破灭 你知道他们所有 跟随耶稣的人 都是理想破灭的 今天如果我们 今天来跟随耶稣的时候 我们可能每一个人 带着我们自己的理想 来跟随耶稣的 当你来跟随耶稣的时候 到一个程度 你发现你的个人的理想 破灭的时候 你会怎么样 有些人 跟随耶稣基督 希望 他的经济状况 可以得到改变 有些人 他来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希望他的婚姻状况 可以得到改变 有些人来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 希望他的身体状况 可以得到改变 我没有说这是错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就像这些门徒们 他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 他们是怀着他们个人的理想 来跟随耶稣的 他们希望耶稣在现实生活当中 可以帮助他们复兴以色列国 使他们将来可以成为什么 打败罗马帝国 这个弥赛亚 真的在地上做王了 这是他们的理想 有错吗 没有错的 但是这不是耶稣的理想 这不是耶稣的使命 或者是在上面的上帝 不是上帝最大的总设计师 原来的program 程序原来不是这么写的 你懂我意思吗 你现在要走另外一个路了 你现在要造你自己的巴别塔了 那不是原来的上帝 所设定的这个程序啊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理想的破灭 第一点 因为他们曾经伟大的主 这么伟大的拉比都死了 曾经可以做弥赛亚的基督 可以带领他们打败 罗马帝国的基督 他选过神迹奇事 你想想看他能够让五千个人 五饼二鱼吃饱 那什么神力啊 你懂我意思吗 当然我毫无怀疑 这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 也是在上帝的这个程序里面的 对不对 他已经编写了 他一定会把这个事情完成的 但是要他做地上的弥赛亚 不是上帝的program 不是他的程序啊 第二点 现实的痛苦 我们不单单我们的理想破灭 很多时候 我们发现现实很痛苦 因为什么 不仅仅我的祖被钉死了 而且什么 连墓都被打开了 墓被打开了 所以我们 我们今天 我们的现实生活很痛苦 我发现我们很多事情 本来不会发生的 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 很多事情发生 很多时候我们有忍耐 我们可以持守的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当我们的忍耐 经过了这两年 差不多两年我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开门 我们希望这个国门 可以早点打开 全世界都可以打开 我们都可以自由地旅行 对不对 我们可以自由地去 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发现 很多时候不行啊 现在不行啊 对不对 就像耶稣 现在连坟墓都被人打开了 对不对 这现实的痛苦 非常痛苦啊 第三点 第三点 就是信仰的问题 信仰的根基的问题 你要知道 这些门徒 这些姊妹们 他们信仰的根基 是建立在 眼见为实的基础上 对不对 他们只相信 他们看见的 他们相信耶稣有神力 因为耶稣 五饼二鱼 让五千人吃饱了 耶稣曾经在水面上行走 耶稣是什么 是瞎眼的都看见了 耶稣差不多 都能够让死人复活了 他们眼见为实啊 对不对 这是他们信仰的根基 但是 但是 他们不能够接受的是 居然 耶稣的坟墓被人倒了 他们认为 耶稣的坟墓都被人倒了 或者他们认为 他们就说 我的主到底去哪里了 但是他们的信心 不是建立在 跟耶稣基督的 这个个人的关系上面 你明白我讲什么 他只是建立在 他所观察到的 一个客观的事实 所谓客观的 但是如果我们 现在就知道 如果我们是一个 上帝的元宇宙 你知道我们今天 在这样 他都不是完全的 现实的东西啊 完全是个虚拟的东西啊 你懂我意思吗 只有什么 只有上帝 他自己才是真正的真实啊 我们都是暂时的 我们的真实 可能就在那个 一秒 一个间隔当中 剩下的全部 佛一非湮灭的 如果上帝 把那个电源拔了 系统重启了 我们就完了 我们就没有了 亲爱的弟兄弟们 是不是这样 所以亲爱的弟兄弟 保罗说什么 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 五章十七节 他说 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信心啊 凭信心啊 不是凭着眼见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弟们 当他们找耶稣的时候 他们没有看 没有盼望 他们发现 耶稣真的死的时候 他们也没有了期待 当他们不明白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这个曾经给他们的预言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有真正的盼望 盼望是什么 盼望是我们基督徒的内心 对上帝有的一种深切的 一种深厚的 一种一种期待 这种期待是什么 我常常认为它不是一种平视的能力 我们所说的 今天基督徒我们所说的盼望 不是一个平视 往前看的能力 不是的 不是的 如果我们普通的时候 我们说 我期待明天可以吃一碗面 或者我期待 明年疫情可以彻底结束 或者我盼望 我可以跟我的家人 在什么地方可以团聚 这是什么 我们平视的能力 平视的能力 上帝在圣经里面说 启示给我们的盼望 到底是什么呢 Hope这个词 英文Hope H-O-P-E Hope 这个词的词根跟Hope H-O-P 是同一个 什么意思 Hope就是跳跃的意思 是跳跃的意思 所以圣经里面 我的理解当中 所启示给我们 对基督徒的这个盼望 或者基督教信仰所说的盼望 是一种跳跃的能力 是一种往上看的人力 是一种仰望的能力 是一种仰视的能力 而这种能力 是使我们能够跨越 现实的苦痛 是跨越现实的 这种艰难跟阻拦 使我们可以超越 而这才是圣经里面 所说的盼望 为什么这么讲 罗马书15章13节 保罗说 但愿死人有盼望的神 看到没有 但愿死人有盼望的神 这个盼望是来自于神的 是从上面来的 是从那个更高的 更维高的维度空间来的 不是在这个宇宙里面的 是从上面那个宇宙来的 使那个我们产生盼望的上帝 因信 透过信心 有所 将诸边的平安喜乐 充满你们的心 所以当你的心中 是被上帝的平安喜乐 所充满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产生盼望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还要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所以你看到没有 我所说的这个盼望 不是平时的能力 是从上面来的能力 是从神那里来的能力 是借着神 从另外一个高维度的空间 来那里赐给我们的 所以你要往上看 所以你不能够往前看 我们很多疫情之后 或者是说我们现阶段 我们都碰到很多的困难 我这段时间 也跟本地的一些传道人 有一些深度的交通 当他们跟我谈到 他们侍奉中的艰难的时候 你也知道现在的环境 现在的政策 现在的这种压制等等 我们不能多讲了 你很多时候会很没有盼望 我相信很多领域 都会面对同样的问题 比如说饭店可能会这样 疫情又来了 又来了 到底是不是这么严重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就说 如何我能够 或者是我们能够往上看 而不是往前看 往前看有的时候 你会看到的困难更多 是不是这样 你有时候往前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没有盼望的 你往前看的时候 好像是有太多的阻拦了 不能够继续 你知道这个 很多时候 我每周就这么点时间 我从礼拜一到礼拜天 我一分割我的时间 比如今天我入志 我讲完的 然后我一去分割我的时间 我就觉得 哎呀太 我都不知道怎么能够 控制好我的时间来那个 然后又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 现实生活的困难 还不要说 我已经是所欲 那种把家庭的这个重担 或者说 把家庭的这种残累 放在最边上的人了 最可以不要去看的了 最可能 尽可能把我所有的时间 都focus在服饰当中 但是有的时候 还是没有时间 因为什么 你会发现 有很多东西是牵涉的 比如说你的健康问题 有的时候很简单 那天我一个 两个年轻的传道人 大概四十岁左右的跟我谈 我就觉得 他们的身体都很糟糕 我说如果我们现在 不注重我们的健康 你们都是了 你们都是了 其实 你们现在如果三十多岁 四十岁不注重你们健康 你怎么期待你六十岁以后 才走得动 你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但是你会发现 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你就是没时间 你怎么样去care你的健康 你就是没有时间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 所以 所以有的时候 非常不容易 就越是这样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越是鼓励大家 我们要往上看 保罗在铁撒罗尼加前述 一章三节 对教会 对铁撒罗尼加教会的鼓励 因为铁撒罗尼加教会 是他非常喜欢的一家教会 他常常鼓励这个教会 他说 他说 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因爱心所受的劳苦 因盼望我主耶稣基督 所存的忍耐 今天其实在疫情当中也好 还是马上要进入后疫情时代 其实有一连串的问题 比如旌旗的问题 比如说各种各种环境的问题 对不对 工作压力的问题 我觉得特别特别需要 是因盼望我主耶稣基督 所存的忍耐 盼望我主耶稣基督所存的人来 今天我们没有了这个能力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当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 都成了你的重担 很多时候都成了你的重担 求主帮助你 帮助我 今天 今天我们特别要想到的就是说 保罗所说的 如今长春有幸 有望有爱 我们很多时候 没有把这个东西连在一起思考 信望爱是连在一起 信德 望德 爱德 是连在一起的 信心 信心是我们的基础 但是你不要忘记 信心如果不能够带到你有盼望的话 你的信心是不能够持久的 而同样你如果没有盼望的时候 你发现你的信心是很软弱的 而且你的信心是常常 不能够持续下去 就像这些姊妹们 因信心产生盼望 也因盼望 产生爱心 也让我们有忍耐 可以面对这个世界 求主帮助我们 我时间走得比较快了 我要加快一点速度 第二点 第二点 在第五节到第八节 你会看到传递信息的天使 他们进了坟墓 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边上 坐右边 穿着牌袍 甚至就甚恐惧惊恐 那少年人对他们说 不要惊恐 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拉人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 请看 安放在他的地方 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 他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了 在那里你们要见他 正如他从前告诉你们的 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 又发抖又惊奇 看到没有 又发抖又惊奇 什么也不告诉人 因为他们害怕 你看到没有 在这里面 当他们妇女们进到这个坟墓里面去的时候 看到一个白衣天使 是个天使 圣经没有说是个天使 但是在其他经文当中 一起来看的话 你就看到天使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说 忽然地大正宗 因为有主的使者 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了 坐在上面 然后呢 你又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四节 说正在猜疑之间 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 衣服放光 很明显 这两个人就是天使 是两个天使 所以在这里面 当这些姊妹们进到坟墓里面 他们一方面看到 看不到耶稣 另外一方面看到天使的时候 他们就什么 圣惊慌 他们圣世惊慌这里 就圣惊慌啊 因为他们看到了天使 所以你知道这个词 惊慌这个词 常常是在描述人 见到一种超自然的经历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些特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们所表达出来的一种反应 一种感受 这个感受呢 就是在科西马医院的里面有过 因为呢 当耶稣带着彼得约翰 跟雅各同去的时候 就惊恐起来 极其难过 连耶稣自己都惊恐起来 然后在登山变相的时候 你会看到 众人看到耶稣 从山上下来的时候 就圣惊奇 惊慌惊奇 很惊讶 有点fear 又有点fear 就是有点担心 有点害怕 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在这里面 这里面 你看到天使宣告了一件事情 天使就对他们说 不要惊慌 你们寻找纳丁十字架的拿撒冷的耶稣 他已经复活了 不在这里 这句话后来就在早期教会就一直传下来 所以这句话后来就是早期教会的宣认 宣信 就是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呢 我们相信了一个是从死里已经复活的耶稣基督 他说 他有两个内容 第一个 他说那个被钉十字架的 你就看到这个宣信的内容 就是耶稣受苦受难受刑罚的事实 他表达出来了 第二点 说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你知道在这里面 希腊文的文法当中 用的是一个被动的语态 是一个被上帝已经复活的 这么一个动词来表达的 所以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里面 你就会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姊妹们会惊恐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惊恐 fear 害怕 实际上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的常态 我们不想承认的 其实弟兄妹 我们通常我们都会强调高举信心 对不对 信心 信心伟人 但是如果你仔细再去思考我们自己 我自己都是 我发现在我的信仰生活当中 信心跟惊恐或者胆怯 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 而胆怯恰恰是我们极大多数 极大多数弟兄姐妹 信仰生活的常态 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 在这里面你会看到 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这个姊妹们 她们面对空坟墓的时候 她们害怕了 她们害怕了 因为她们用眼见去判定世界的时候 她们所看到的东西 让她们害怕 然后呢 我就仔细在思考 她们为什么会这样的有胆怯的心 两个方面 第一个 因为她们只是跟天使有个短暂的交汇 她们并没有遇到复活的耶稣 之后才会碰到 最后 一直到了加利利 她们才真的跟耶稣在一起 又有四十天的时间在一起 对不对 那那里面 那个时候在坟墓里面 她们并没有碰到 她并没有碰到 第二个 就是空坟墓的见证 和天使的宣告 天使的宣告 不一定是我们信心的基础和前生 我们信心的基础 实际上是在于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这种属灵生命的经历 开始的 这是我们的基础 所以当我们 当我们或许明白了圣经的道理 或许明白了复活的这个事件 但是当我们没有在生命中与主相遇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你的信心是很软弱的 你的信心是会很软弱的 这就是当时 姊妹们的真实的情况 所以圣经 马可福音 这个作者用了几个词 他说他们逃跑 他们又发抖 又惊奇 这些事情都表现了一样东西 就他们生命中有胆怯 有胆怯 胆怯是因为没有信心 马可福音四章四十节 耶稣说什么 耶稣对他们说 为什么胆怯 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为什么胆怯 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所以胆怯 然后呢 惧怕 为什么 惧怕是因为缺乏爱 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 爱里没有惧怕 爱既完全 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 惧怕的人因为爱里未得完全 惧怕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 他说神所赐给我们的 不是胆怯的心 是刚强仁爱 谨守的心 刚强啊 刚强仁爱 曾经有一个见证 我早年在欧洲的时候 当时欧洲有一个 非常大的华人的一个拆会 在英国 在叫COSM 基督教华侨布道会 那么他的总干事是个姊妹 那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年纪也蛮大了 大概有六十多岁 这个老姊妹 现在已经被主接回天家 那当时他就做了一个见证 很有意思 他是早年在中国 他爸爸是母师 他们山东人 在青岛 他们原来的教会 他爸爸建造的教会 也在青岛 然后呢 后来他到读大学 他就从青岛 跑到上海去读大学 读医学院 在50年的还49年 我忘记 到了那里之后呢 那个时候呢 整个的空气上 反基督教的空气性很严重 就是很多教会 已经面对很大的问题 很艰难了 所以呢 他跟他的大哥写信 那个时候没有email 也没有电子邮件 也没有什么whatsapp 什么都没有 witcher 他们写信 写一封信要一周以后才能到 他就在给他的大哥的信里面说 碰到他碰到信仰的艰难 他说因为现今的困难 现今的艰难 我已经不敢在医学院 吃饭的时候祷告 他刚刚到医学院嘛 去到这个上海医学院 然后呢 他的大哥就跟他说 他说如果 如果你一开始 就害怕被人看见你是个基督徒 他说我告诉你 你的信心很快就会垮掉 你也很快会放弃你的信仰 所以这个姊妹Mary Wong 王光祥女姊妹 她就受到她哥哥的鼓励 她就去到饭堂里面吃午餐的时候呢 她就坐下来 打完饭坐下来 就开始祷告 当她祷告完了之后 她一睁开眼睛 就有一个男的站在她面前说 姊妹 欢迎你加入大学的团企 那已经是在整个的 这个在上海 在医学院里面 哪怕 反基督的 反基督的这种思想 已经非常严重 已经要面对受信仰迫害 非常严重的时候了 因着他大哥的鼓励 他勇敢表达他的见证 然后他就加入那个团企 在那个团企里面 他就碰到了后来 带领我跟我母亲那位老传道人 这个老传道人 就是在医学院里面 跟他在一个团企里面 后来辗转访测 Mary就到了香港 从香港又到了欧洲 到了英国 后来在66年 开始加入华侨布道会 开始做传福音的工作 这个老传道人 因为信仰的缘故 受逼迫 甚至坐牢 后来出来 就在家庭聚会当中传福音 我记得在最艰难的时候 最辛苦的时候 他一个礼拜要带七个聚会 就每天晚上都要带七个聚会 这样的一个 这位老传道人 今天也被主接去了 Mary在英国也被主接会添加 这些事情好像已经过去了很多 但是我还是记得 我有一年在巴塞罗纳开会 我碰到那个Mary的哥哥 就是给他写信那个哥哥 跟Mary一起 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聊天 他们就做一个见证 79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 教会恢复了 他们兄妹全家就从海外 回到了山东 回到了青岛 Mary就说 他说当时他看到了 重新看到了他父亲 做牧师的时候建造的那个教会 今天还在 特别是他说 这个教会的那个奠基石 那个仿角石还在 就奠基的时候那个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仿角石不是别的 这个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今天他们已经都已经被接会添加了 但是他们就在见证了一句话 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好 我们要进入结论了 那我觉得在元宇宙这个问题当中 我们终极需要拷问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在元宇宙当中有没有上帝 有没有上帝 或是将来我们创造的一个元宇宙当中 有人要在这个元宇宙当中扮演上帝的角色呢 今天还没有 今天Microsoft有他们的计划 这个Facebook Mentor有他们的计划 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 还没有Elon Musk有他的计划 对不对 还没有进行整合 但是否有一天当整合之后 就出现了一个在那个元宇宙 要扮演上帝的角色的人呢 我告诉你如果有的话 那个人就是敌基督 那个人就是敌基督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作为一个基督教信仰 一个传统的一个持守者 我一方面非常exciting 非常兴奋地看到科学发展 给传统信仰所带来的这种新生的 这种能力的这种可能性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还必须站在圣经传统 启示的一个立场上 在我的灵魂深处 要拷问我自己的事 作为基督徒 其实也是拷问我们每一个人的 是 作为基督徒 你要拷问世人的事 第一 你是否相信 你是否还相信 基督是童女怀孕 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 第二 你是否相信 基督已经死里复活了 基督他已经死里复活 第三 你是否相信 最后他有一天还要再来 他从那个更高维度的 那个世界 他要来到这个世界 来拯救我们 拯救我们的灵魂 最终让我们灵魂得到 得到完全的一个救赎呢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有这些 那你就是有真正盼望的人 你不会为现实生活 暂时的这些困难 暂时的这些挣扎 让你平视的时候 你所看不到的期待 看不到的这种满足 看不到的这种可能性的时候 你能够一个仰望的看到 你透过仰望的空间 你能够看到盼望 看到上帝所给你的盼望 而这个 你也就明白 当你在看这个世界 甚至在看你身边的基督徒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 是作恶的呢 是因为他们还是不相信 基督会再来 审判死人活人 他们也不是真的相信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所以呢 在这里面 你知道马可的结语 马可福音的结语 如果从西埃文看 第八集的结语 最后一个词是因为 后面就没有了 没有了 因为什么呢 好像马可给到我们 一个是一个不完整的结局 但是你不要忘记 在我看来 马可恰恰给到我们的是一个 有非常想象力的空间 让我们去拓展 教会2000年正在拓展的东西 正在传递 教会2000年正在传递的东西 也让我们可以理解的是 有的时候不完美的 或者不完整的结局 恰恰是最完整的 恰恰是最完整的 恰恰是最最真实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马可福音的最后 留给我们其实是什么 是信心跟恐惧的一个对比 而你会发现信心跟恐惧 是交织在一起的很多时候 这不就是我们真实的生命吗 这不就是你我 所真实的经历的吗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高举我们信心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 你的信心当中 很多时候是家长的恐惧 当你有恐惧的时候 你也不要害怕 因为你要坚信 你的恐惧 很多时候是让你的信心 经历下一个阶段的期待 并得到盼望的满足的时候 你就看到信心的成长 你们 我把你带到盼望的满足的时候 愿人遵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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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过江里 愿人遵宜 在地 愿人遵宜 愿同心 在尖山 愿者 与永一世 尽此我们 赦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诸诗诞 拯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我独属你 权柄属你 荣耀属你 实在拥有 因为我独属你 权柄属你 荣耀属你 荣耀属 荣耀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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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今年